作者,Tony Parker,一者,和1900人生稿,大爱我刮编辑,把报幕有谈好吧,想象一下这样的广念,你即将接受一次重要的求职面试,进入这个行业是你毕生为之努力的,而给你面试机会的这家公司,是行业第一家公司。 请进之一,即使为了这次面试,你要跋涉万个地球,你也不会在意,你走上一架飞机,飞过千山万水,见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,听上去未来可期,对吗? 但事情是这样变糟的,也许是因为视察,也许只是太紧张了,总之出于某种原因,你在面试的时候表现,得完全不像你自己。 他们让你接受了一些测验,然后,哥们,这真令人难受,不管你已经多么努力了,今天的动作总是慢一步,你看上去自治平庸,不堪重复,大概过了十分钟后,大老板对你说,他已经看到了所有需要看到的东西。 就这样吧,你的面试结束了,谢谢你来到这里,听上去想个噩梦,对吗?也许你已经猜到了,这是我的故事。 这是2001年的选秀大会前,我第一次为一只NBA球队接受视讯,真是一场灾难,我表现得糟透了,视讯结束的时候,我非常肯定的想,我的NBA梦也结束了,你可能会猜到这是我的故事。 在我打赌没多少人会猜到最噩梦般的视讯,是为了哪只球队,是马刺,这是真的,我也许在人生中最不恰当的时刻,就在波波为其教练,和其他人面前,打出了最糟糕的一场篮球。 波波和RC不服得请来了前NBA球员兰斯布兰克斯为我视讯,我完全被他按在地上摩擦,他让我看上去,好吧,看上去像个孩子。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,许多人认为波波教练拥有一副不尽人情的铁石心肠,但我要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,如果不是波波给了我第二次机会,去改变我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,我也许根本不会进入联盟。 他邀请我参加了另一次视讯,我很确定自己没有将他搞砸,这次我在布兰克斯面前表现得好多了,他仍然很有优势,但我也有了自己的一点回应。 我想,我展现出了自己能在球场上做到的一些事情,哥们,这太疯狂了,因为之后的选秀大会上,主持人念道,在2001年的选秀大会中, 圣安东尼奥马斯在第28岁内选中了来自法国巴黎竞技队的托尼帕克。 换句话说,我得到了这份工作,而现在,居然已经过了17年,我几乎不敢相信,我以为自己是那个19岁的少年,可突然间,我就变成了这个36岁的男人,正要去别的地方工作。 但在我翻开夏洛特的新篇章之前,我希望大家不会介意我写下这些话,人们常常谈论马斯文化,谈论的实在太多了。 以至于我觉得有时候你们根本不明白他的意思,但即使是这样,我在圣安东尼奥度过的日子里,也有许多特别的,瞬间让我明白,作为一名马斯人进入联盟是一种殊荣,一具神经百战的球队,一只已经得到郭冠军,还希望得到更多的球队。 不会像乐透球队一样给年轻球员那么多的容错空间,不会像乐透球队一样说,没关系,别担心其他人,我们这个赛季只关注你的发展。 是的,这是真的,三马斯,我们为营球而生,营球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这些年中,我将永远记得并心怀感激的是,即使营球拥有最高的优先级,我的成长也从来没有被落下,老家们马上将我护在了他们的羽翼之下,一直在为我留出成长的空间。 当然,他们并不会简单粗暴的说,听到手中的所有事,来教教这个法国孩子人生的意义,而是会做许多雷尿的事情。 这里一次小课堂,那里一次简短谈话,能见到像大卫这样的家伙真的太棒了,他是一位名人堂级别的球员,正在努力争取再次夺冠,但他并没有将我这个孩子,看作前情路上的负重。 大卫和其他马次老家们让我觉得这就是事情自然发生的方式,每个人都在期待得到总冠军,但他们也承担着,让球队保持在更好的样子的责任,并对这样的责任真而重之。 对我来说,这就是马次文化,实现你的期待,同时也为这更重要的责任留出空间。 当然,马次文化之所以存在,很大一部分是因为,很简单,我们在十九年里拥有历史最佳之一,蒂姆邓肯。 但蒂姆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他是那些年里最优秀的球员,他也是最好的队友。 好吧,也许这是陈词滥调了,但我并不认为人们意识到那整个马次文化,有多大一部分你存于地母是这样的地母。 这是事实,举个例子,人们总是在问,为什么我们球队的家伙们如此抑郁执教,却体现在,燕和经过马次时期,的球员,都会被激发出可能的最好结果。 也体现在,燕和鲜爱的球员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好,转变工作态度,或是改正了影响他们比赛的缺点。 而我一直在告诉人们,这不是魔法,我们有精英的教练组和训练团队,有独一无二的教练波波,但如果你问我,最能让我们区别于其他球队的是什么? 是地母,哥们,真的是地母,就这么简单,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吗?我不知道,我会说他是我所有队友中最伟大的,然后让专家们去烦恼别的事情,但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件事,地母是历史上最抑郁执教的伟大球员,这一直是我们的秘密武器,这个世界级的球员,他拥有一阵MVP,FMVP众多荣誉, 却愿意像一名拼命争取留在球队的球员一样被执教,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,而如果你觉得这对一名球形来说太过被动,那么你的思想根本与地母不在一个层次,因为地母知道这个道理,愿意像这样被执教,让他充满人格魅力,让他扩币了,他就像是在对训练馆中的,所有人发起挑战,整个联盟中最棒的球员, 却因为了球队抛开他的自负,那么你呢,就是这么顺理成章,人们走进训练馆,环顾四周,最终他们会和地母做一样的事,这就是马斯文化, 如果地母是驱使球队向前的动力,我不得不说波波紧随其后,很难解释波波,为什么是一位特别的领袖,当然,有一些原因是你知道的,他是一位天才的沟通者,敏锐的决策者,智慧的激励者,综合全面优秀的人, 但我认为,像他在NBA教练中,独一无二,的是他的那些原则,他是如何建立他们,又是如何坚守他们,有时候你会喜欢这些原则,他们正是你想听到的, 当我搞砸了选秀前的第一次视讯,波波依照着他的原则,给了我第二次机会,他认为他看到我有潜力,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,所以他不在意,我搞出了一次糟糕的视讯,他不会让这些噪音,打扰他内心告诉他要做的事,再给我一次机会,然后选中我,在我的新秀赛季,波波同样遵从本心,给了我越来越多的出场时间, 直到我们面对虎人的那个系列赛中,我的出场时间仅次于蒂姆,接近场均40分钟,5年后,波波再一次遵从本心,得为我开了绿灯,将我更多的以自己的方式进攻,直到我成为了2006赛季和2007后赛中的对内德分王,甚至得到了2007总决赛MVP, 但波波的原则就像一枚硬币,拥有正法两面,有时候还是同样的原则,你却不会喜欢,也不想听到他们,那是2003季后赛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,一整个赛季中,我都是球队的首发控卖,但在季后赛中,当我开始表现的有些挣扎, 波波就让斯比迪克·莱斯克顿和史蒂夫科尔在比赛后期带去我上场,那一年的夏天,就在我作为一名21岁的空美帮助球队得到了第二个,我的第一个冠军之后, 休赛期留言却说球队正在努力追求老将球星杰森基德,另一段艰难的经历是2005年的总决赛, 我们最终得到了第三个,我的第二个冠军,但波波决定把我在那个系列赛中的一部分指责交给拉努,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? 这些经历有好有坏,但他们都让我变成了一名更好的球员,波波就是这样的,哥们,他是如此特殊,他鼓励你的时候从来不讲废话,批评你的时候也从来不讲废话, 他让你收发的时候,让你剃毒的时候,他把进攻大权交给你的时候,或是把他都收给其他自由球员的时候,他都是同一个波波,坚守着同样的原则, 每一次,这条原则就是,他所做的事情,都有且只有一个原因,一切为了马刺,你怎么可能不尊重他? 事实上,不久之后,你不仅会尊敬他,也将从中获叶良多,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马刺这支球队能够游刃有余,能玩着许多想要的名字,许多优秀的球员,因为对所有人来,说都一样,那个问题从不会改变,什么样的做法对马刺最好? 如果蒂姆在2003总决赛中统治比赛,马刺和我都会笑逐言开,如果长发飘飘的马刺,马刺你为什么要换发型? 长发飘飘的你是不可阻挡的,统治了2005总决赛,蒂姆和我已会欢欣鼓舞,如果2007总决赛按照我的方式进行,我打赌蒂姆和马刺一样会笑容满面, 你知道吗?即使不是我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,而是年轻的科怀从前而降,统治了2014总决赛,你一定从未见过,当我们举起奖辈时,蒂姆,麦姆和我是多么血型余色,归根结底,我们想要的唯一一样东西,只是一起得到总冠军,这是唯一重要的东西,这是波波的线条,所以也是我们的线条, 这是马刺知道,我在马刺生涯中做的最后一个波波式决定,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,就像是同样的鞋穿到了另一只脚上,这一次是德张泰莫里借过了我的角色,成为了一名年轻的马刺空位, 我感觉这次我成为无法起谈话的波波式人物,有一天我找到波波,告诉到我的想法,是时候让德张泰,成为我们的全职首发空位了,我不想让这件事显得意义重大,或是关乎我的自尊,也不想媒体大字宣扬,只是想谈谈荡荡的说出来,为了德张泰的成长,为了更好的帮助球队, 波波同意了,并对我说了谢谢,然后我离开了,赵德张泰坦了谈,他对此非常感激,我是否感觉苦乐参半,你知道吧,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,像个机器人或是别的什么,因为我真的不是,我认为这是一种必须执行的纪律,从某种意义上说, 这也曾是球队培养我的方式,是我成长为一名进取,不值得球员的方式,当然,也不必误解我的意思,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,妈母,弟母和我都会聚在一起共进晚餐,而这种时候当然少不了一些怀旧和伤感, 这是你无法控制的,我们共度这些愉快的时光,翻来覆去的分享美好的回忆,但假如是在赛季中期,我处在工作模式,又该如何做,在这个联盟中,当你处于工作模式, 你不得不十分自律,让过去留在过去,让现在成为现在,这就是我留存美好时刻的方式,我希望的张泰知道,首发空位的位置是他为自己迎来的,但同时他也要明白,不论何时,我们做决定的方式将会始终如一,一切为了马次,我希望自己在这个夏天的大多数时候也能将过去区分于现在,几年后,当我退役, 我会有很多时间来怀旧伤感,但现在我已经与黄蜂签下了一份两年合同,并为之感到兴奋,我将与一支全新的球队共度一段纯然新奇的经历,如果你正在东部寻找自己的第二组队,你懂的,也许可以看我们一眼,我保证我们会在东部搞些事情,但我最想说的还是谢谢,谢谢你,马次队,你给了我人生中最,珍贵的机会, 和一份长达17年的世界上最棒的工作,谢谢你们,马次求你,不论你们身处何方,总能让我看到你们的身影,听到你们的声音,感受到你们的支持,谢谢你,圣安东尼奥,你成为了唯一可能让我称之为家的地方,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这样一封信中,用语言概括马次生涯, 对我意味着什么,但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,这就是篮球的美,也是生活的美,你不必那么在意能否概括一切,而是应该让美好瞬间收集起来,妥贴珍藏,然后你就成为了这些瞬间,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 所有细微的事情,每一段关系,每一次对话,每一句教导,每一个决定,都会捏手捏脚的靠近你,然后开始塑造你,成为你的一部分,如果你足够信任,他们还终将定义你,在这封信中,我不会去尝试定义自己在这17年中,变成了什么样的人, 但我能够深信不疑的说,我一定会为自己现在的样子,感谢正安东尼奥和马次,我将永远与有容颜,喜欢这篇文章,长安那尾维码关注虎扑翻译团